快来啦 快去敲烂 快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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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大姐快一起来 来到这敲烂之间 在这世界里面 有许多的快乐 一去游戏 唱的飘落 就像快乐天使 多少美好 花了时光 请在七桥板 在七桥板 太好了 七桥板 快乐家庭齐上阵 健康宝宝大笔篇 2018年七桥板特别节目 健康宝宝大笔篇 开始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 0-4系的可爱宝宝们 将欢聚在七桥板的舞台上 在快乐的游戏活动中 展示他们的聪明 健康活泼和可爱 为了让更多的宝宝 参与到节目中来 暑假期间 七桥板健康宝宝大笔篇 走进贵州 四川 广西 内蒙等地 进行了热闹的海选活动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七桥板健康宝宝大笔篇 绵羊站的海选现场 今天来了很多的年轻的爸爸妈妈 带着142个宝宝要参加这次海选 我们特别期待今天精彩的表现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月姐姐 知道我在哪里吗 我现在是在七桥板健康宝宝大笔篇 贵州尊义的海选现场 今天这里好热闹 来了好多的家长朋友 还有我们的小宝宝 多大的小朋友都有 特别的可爱 我们赶紧去看看他们吧 现在我是在广西玉林健康宝宝大笔篇的海选现场 今天这里特别热闹 来了很多很多的小朋友 他们将要通过游戏活动来争取进入北京 来到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 参加节目录视的资格 究竟哪些小朋友能够胜出呢 我们拭目以待 经过海选 全国各地上百名表现脱出的健康宝宝 获得了来北京演播室 参加节目录制的邀请函 同时还有许多家庭通过上传家庭亲子游戏视频的方式 获得了参与节目录制的资格 最可爱的萌娃宝贝 最好玩的亲子游戏 最权威的育儿指导 最科学的成长解读 尽在2018奇巧版健康宝宝大笔篇 一起来看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28个月到30个月的宝宝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们 他们都是在全国的海选 还有我们亲子游戏地位争结活动当中脱颖而出的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他们 欢迎你们 你们好 来 有请 好 欢迎第二组宝宝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们 欢迎你们 宝宝和爸爸妈妈们穿的都好精神 你们好 欢迎 那爸爸妈妈们呢 跟宝宝都穿着整齐的亲子装 来 我们问一下这位宝宝 乐乐你几岁了 两岁半 是来自哪里呢 往西玉林 是从玉林过来的 那挺远的是吧 是 那乐乐平时喜欢做什么样的游戏呢 平时 就是比较喜欢玩沙子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戏 那我们问一问 这位小朋友是来自哪里的呢 来自北京 是来自北京的 是吧 穿着特别可爱的这个亲子装 好 在开始我们游戏节目之前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嘉宾 好 大家好 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 除了好玩的亲子游戏以外呢 我们还请到了一位育儿专家 他就是我身边这位 中国儿童中心学前教育部部长 杨彩霞博士 欢迎您杨博士 那今天呢 来到现场的宝宝都是28到30个月龄段的小宝贝 快两岁半了 是 那么对于这个月龄段的宝贝来说 他们身心发育的特点是什么 您能不能简单给家长朋友介绍一下 好的 将近两岁半的孩子呢 这个时候的孩子特别好动 也喜欢呢 有一点小捣乱 这个捣乱呢 咱们是打个引号的捣乱 其实是他比较的去探究好奇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认知发展 然后自我意识也发展的不错了 这个时候呢 他的出现第一例反期 比较不太顺诚的家长 然后有自己的想法 这是这个快两岁半孩子的特点 好的 那么有一个初步了解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通过游戏活动呢 来看看我们这个月龄段 宝贝们的表现究竟怎么样 好 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段亲子游戏 好 听了我们育儿专家的介绍呢 我们知道这个月龄段的宝宝呀 他们的自主意识和运动能力都有了大大的增强 好 对世界的探索呢 也好奇心越来越重了 所以呢 我们针对这个月龄段的宝宝精心设计了好玩的游戏 第一个游戏呢 就是扭扭车运小动物 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我们的宝宝和妈妈在起点处 每位宝宝要运送八只小动物 从起点出发把小动物呢 放在扭扭车的车把的位置 然后呢来到爸爸这边 爸爸呢接下小动物 并且呢帮助车来掉头 再回到起点处依次往返 我们看一看最终呢 有哪几位小朋友 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运送完小动物 或者在规定时间内 哪几位小朋友运送的小动物最多 好各就各位做好准备 好准备游戏开始 哇我们看到了 我们的第四位宝宝 阿苏都好快呀 我们的喜乐你拐弯了 赶快回到正轨 爸爸一定要在我们的中演处等着宝宝 有的宝宝呢 还停在他们的这个赛道上 好 我们看到了这个宝儿呢 真的是手脚并用的 向爸爸这个终点的地方走 哎 能弄你是要往什么地方去呢 我们看到能弄呢 这个扭扭车呀 它是哼着在运 加油加油 哎 怎么有的小朋友 已经从这个我们的扭扭车下来了 好 杨阳你的车呢 现场的声音特别多 所以呢我们的宝宝呢 也经常会被其他小朋友 还有现场呢 其他爸爸妈妈的声音呢所干扰 这个时候呢 也要看我们宝宝听我们的规则 理解规则和完成这个任务的能力 加油 加油 喜乐加油 加油 加油 真棒 好 我们看到我们开替呢 也是这个运动能力特别强 在节目的开始呢 就一马当劲 好 加油加油 啊 我们看到了七点处 妈妈背后的小玩具呢 就越来越少了啊 加油 哇 喜乐你太棒了 宝儿加油 宝儿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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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能加油 宝儿加油 哇 太棒了 现在已经有三倍小朋友都已经完成了运送小动物的任务 好 最后我们要倒计时了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我们看到游戏一开始啊 我们现场真的是特别的热闹 开始呢 开替特别快 对不对 来 我们问一问妈妈 开替平时是不是特别喜欢跑啊 对 她特别喜欢跑呀 蹦呀 一马当先 对 特别喜欢蹦闯 所以这个腿特别的有劲 对不对 我观察了一位小朋友呢 也特别的棒 就是喜乐小朋友 一开始呢 其实她是没找到方向 因为扭扭车呢 需要这个手脚并用 手呢 来保持方向 然后脚呢 还得蹬 一开始都跑偏了 但最后呢 完成的特别快 你棒不棒啊 棒吗 棒 她平时喜欢什么样的游戏呢 问问爸爸 她喜欢抖空竹 哦 喜欢抖空竹 喜欢敲茶 哦 那其实对协调性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对 特别好 好 我们第一组的八位小朋友呢 已经完成了扭扭车育小动物的游戏 我们看一看第二组的八位小朋友表现如何 好 我们第二组的七位宝宝呢 都已经做好准备整装待发 各就各位 准备 游戏 游戏 开始 加油 激发啦 加油 激发啦 哇 江江真是速度好快呀 好 我们小朋友也特别的快 加油 加油 小腿使劲刀 好 我们看到江江已经开始运送第二个小玩具了 哎 游游 你怎么在原地转圈呢 来自我们广西玉林的 乐乐 非常快 小动物在哪呀 把小动物丢了 哈哈 好多这个小朋友是初心的小司机啊 走到外面发现 哎 小动物哪儿去了 小熊猫怎么不见了 嗯 来奇迹的办法好 把小熊猫抱在胸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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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们的这个货车小司机很辛苦 加油 两条腿使劲 加油 加油 好 我们看到背毯速度也非常快啊 加油 加油 哇 我们看到转转为了保护小动物 自己和小熊猫一起掉了下来 嘿嘿 我们的现场呢 都是铺了这个保护的软件的 所以没关系 有的小司机呢 他有了丢小动物的这个经验之后啊 他在这个运送过程当中呢 非常注意 一边呢 往前开小车 还回头看了看 小动物还在不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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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艾米呢 小心翼翼的 生了把小动物叫了 加油 越来越棒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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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乐你的小熊猫怎么又掉了呢 加油 倒计时了啊 5 4 3 2 1 时间到 通过扭扭车运小动物 这样的一个游戏呢 我们观察到这个月灵断宝宝 有什么样的特点 和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性呢 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好 刚才这个扭扭车运小动物的游戏 非常热闹啊 热闹啊 我们看到这属于是一个大动作的游戏活动吧 对 孩子们在过程当中呢 这个腰部啊 腿部的力量使用了很多 对 对于这个月灵断的宝宝来说 他们这个大运动的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吧 他的大动作还是比较灵活 也比较协调了 他非常的愿意去动 爱跑 爱跳 爱跑 爱跳 而且爱骑车 也能够单脚站啊 等等一些动作都发展起来了 那么对于这一阶段的孩子呢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要鼓励孩子在生活中多去运动 嗯 刚才通过这个游戏我们也看到了 孩子们在游戏过程当中的这个表现呢 不尽相同 对 有的宝宝呢玩得很开心 对 目标性也很强 很强 还有的宝宝呢也不管我们的目标 对 自于自乐 对 玩一两圈之后 一个来回之后就去玩自己的训练 也能看出宝宝的性格 对 能看出宝宝的性格 所以其实也提醒家长朋友们呢 再多陪伴孩子 在玩的过程中 这种目标性啊 不要那么强 他要关注的是孩子的整体的发展 你通过跟孩子玩的过程中 去看见孩子的性格 然后去给孩子提供一些支持 你讲的特别好 我们的目的也是 希望通过游戏活动呢 能让我们的家长更加了解 我们宝宝的成长特点 和他们的性格特点 更好地陪伴他们健康成长 是 好了 那通过这轮游戏 究竟哪六位宝宝表现比较突出 可以顺利地进入到我们下一轮的活动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进入到下一轮游戏的小朋友是 Ticky 哈哈 喜乐 依林 乐乐 江江 祝贺他们 我家的小宝贝教练宇童 现在两岁半 是个女孩 她特别喜欢唱歌跳舞 只要音乐一响起来 她就跟着手足蹈的 然后呢 她还特别喜欢说歌谣 他呀 最喜欢的就是游泳 每次上游泳课 见到教练和小朋友都特别兴奋 一到下课的时候呢 还要跟着小朋友再玩一会儿 不肯回家 在家里她有各种各样的玩具 娃娃 今天呢 她就把她最喜欢的娃娃 也带来一起游泳了 今天呢 我们要玩一个抱娃娃游泳的游戏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自己的宝宝 一直游到河对岸去 好不好 那边下课 乖乖乖乖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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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的宝宝 加油 乖乖乖乖乖 乖乖乖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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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轉身了 好 我們走 繼續走啦 加油 快點 走好了 怎麼弄 你看 去去去 到終點了 我們今天之所以設計這個 帶娃娃一起游泳的遊戲 第一是鍛鍊它 綜合的游泳技能 第二是增加我們 和孩子之間的親自感情 今天我們在這兒 娃娃一起來游泳 娃娃是不是很高興啊 我們跟觀眾朋友們 說再見吧 拜拜 再見 好 我們的第二輪遊戲 我們小朋友呢 準備了很多生活當中的物品 並且要用小手指呢 給他把蓋兒擰上或者蓋上 這個遊戲啊 非常的有意思 在這裡要強調一下遊戲規則 那就是爸爸媽媽在整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千萬不能動手呢 我們千萬不能動手去代辦 只能夠用語言去指導小朋友 完成 完成 最好的幾位小朋友 將進入到我們下一輪遊戲當中 好 來 各就各位 預備 開始 其實呢 這個過程呢 也是考察我們小朋友 在這個年齡段呢 如何聽聽指令 並且根據爸爸媽媽的指令呢 來順利的完成任務的一種能力 對 現場可能呢 有一些干擾的聲音啊 或者是環境 但是我們看一看哪位小朋友可以集中注意力 完成我們的遊戲內容 我們的Catty好像完成了好幾個了 我們看Eileen完成的也非常的不錯 太棒了 爸爸媽媽其實呢 給出的指令非常的重要 我們看看這邊 哈哈也馬上完成了 好 我們看到了我們的Catty已經完成了 哈哈 還剩最後一個 小手指好靈活 哈哈 也完成了 已經有兩位小朋友完成了 其他小朋友加油 Eileen也快了 還剩兩個 加油 真棒 好 江江也完成了 有三位小朋友都已經完成了 好 喜樂也已經完成了 該擰的要擰上 該擰的要擰上 比如說那個小藥瓶的蓋要擰上才算 藥瓶礦泉水瓶都要擰上 對 樂樂性格很急 是不是 完成了嗎 好 我們最後倒計時 5 4 3 2 1 時間到 好 在這一輪遊戲當中 最先完成任務的呢 是我們的Catty 哈哈還有江江喜樂 我覺得其實在這過程當中呢 就是家長的指令啊特別的重要 我聽到呢 就剛才江江的爸爸是說 那個拿起那個蓋 把那個油壺蓋上 這是油壺啊 明明是放米放豆子的嘛 可是呢 這邊凱莉的爸爸媽媽是說 拿起蓋蓋那個又高又大的那個 我覺得就挺清楚的 是不是 對 來哈哈 我來看一下啊 瓶蓋 都擰上了 這個也擰上了 對不對 那你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對於哈哈來說 哪一樣這個爪蓋 是她覺得比較困難的 應該就是這個 油壺 對 就這個油壺 因為這個在之前都沒有見過 哦 明白了 這個心形盒子也比較費勁 有點困難 好 第三個是這邊是吧 江江呢是第三個完成任務的 不僅在這個小車運動過程當中呢 這個兩個小腿和小腳交替進行的非常好 看來平時的這個就是 手指的運動也做的不少是嗎 哦 它平常的話 經濟運動做的也挺多的 穿珠子搭積木這些 應該都算經濟運動 哦 而且就是跟家長的配合度也很高 對吧 對的 經常陪孩子一起做什麼遊戲 可能會猜詞的遊戲 然後給他描述 他會說出來是什麼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比如說他是寶寶 或是爸爸 這是媽媽 就這樣 然後會經常有這種的遊戲互動 好 謝謝 好 我們檢查一下喜樂 第四個完成的 小瓶蓋扣的也非常好 這個是怎麼指導他的呢 這個之前喜樂小朋友沒有見過這個 他也是慢慢地自己去嘗試 自己對摸索一下形狀 自己 主要是男的呢 是這個不規則逃行的這個問題 他也是不斷地去嘗試慢慢地 最後才把這個蓋好的 我看很多小朋友呢 他找不到方向是吧 對 開始也是這樣的 後來慢慢地嘗試才蓋好的 應該是不是像這個小奶鍋和杯子 對於小朋友來說比較簡單 對 因為經常見 對 也使過圓形也是對稱的 也比較好蓋 在這一輪遊戲當中 最先完成任務的四位小朋友 和他們的家長 進入到了我們最後一輪的遊戲當中 那通過這樣的一個蓋蓋小能手的遊戲 可以看出這個月齡段寶寶的哪些特點 和他們之間的差異性呢 一起來聽聽專家的解讀 好 楊婉兒您看 我們剛才這個遊戲可以說是充滿了生活氣息 都是拿的小朋友家庭當中 隨處可見的一些物品來進行遊戲活動 那麼嚴格地來說 這是一個驚喜動作的遊戲 是 驚喜動作 是不是還考驗孩子們的智能呢 是的 是的 這個遊戲呢設計得非常好 好在哪呢 首先是大家可以看 這個材料裏邊有各種各樣的生活用品 第二個呢大家也可以看到 這個材料呢是不同的形狀的 所以通過八組物品 讓孩子們去學習這個配對 那麼這裡呢我要跟家長朋友們說的是 配對呀對孩子的樹概念 前樹概念都非常重要 那麼這個配對呢 別看這麼小小的一個配對啊 孩子們掌握了這個配對之後 他能夠獲得一一對應的那種概念 然後呢獲得前數學概念 然後對於這個小朋友來說 樹概念的發展是特別重要的 那麼對於這個月靈段的寶寶來說 他對樹的概念 他已經達到一個什麼程度 能認識一二三還是一到十 他可能是一個抽象的模糊的感覺 樹的一個感覺能力 他能夠知道這個物品 和這個物品是有關係的 然後呢可能朦朦朧朧的知道這個 四以類的物品的一個數量 但是也不是說一定非常清楚 這是他的樹概念的發展 那麼這個小遊戲中呢 還有一個精細動作 比如說擰蓋子呀 蓋蓋子呀 其實這個都是一些很好的 這個智能遊戲 能夠促進他整個人的全面的發展 對對您講的這點非常重要 也希望我們電視機前的家長朋友呢 能夠重視孩子智能的培養 那麼對於這個月齡段的寶寶來說 就要學會來有意識地 進行一些配對的遊戲活動了 當然我也相信我們電視機前 肯定有很多的家長朋友在家裡 也有很多很好玩的家庭遊戲 來陪伴孩子 那接下來呢 就讓我們來看一段 來自家庭發給我們的 親子遊戲視頻 大家好 我是轉轉 今天兩個人 我在想你的天 大家喜歡我 謝謝大家 我們的寶寶叫王瑾瑜 小名叫轉轉 現在已經28個月了 是一個活潑開朗 喜歡語言溝通 又比較善於學習的小姑娘 這個階段的寶寶呢 她其實已經有了一定的自理能力了 而且喜歡模仿大人做一些事情 又處於一個語言的爆發期 這人能幫她看看她牙怎麼了嗎 你說 怎麼了 大咕嚕 對 長了一大咕嚕 會採用一種 遇到一樂的形式 教她自己的方法 小熊你看看是怎麼刷牙的 上下刷對不對 小猴子怎麼刷的 牙齒呢 對於寶寶的一個生長發育 提到了一個關鍵性的作用 刷牙呢 其實是對於小朋友來說非常重要的 我們呢也會公促她 堅持讓她自己獨立去刷牙 我們一起去刷牙吧 好嗎 好嘞 好 這樣 這樣 好了 可以慢慢刷刷 對 慢慢刷刷 好 上去 上去 好嘞 好嘞 刷刷乾淨了嗎 刷乾淨了 給咱們熟一熟口吧 好嗎 好 來 咕嘟咕嘟 不掉 好了 撕一段牙 好了 見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小海君 咱們隨便 咱們 好嘞 那誰 咱們 頭 最後 丰 我是小孩君 开大小跑鸡 跑快 跑快了 永远生前进 跑去陪着怀 打发苗的车 直接蛋干来吃饭 哦哦哦 打发苗海的车 我是小孩君 开大小跑鸡 不怕看 不怕老 永远生前进 跑去陪着怀 打发苗的车 直接蛋干来吃饭 哦哦哦 打发苗海的车 好 我们第三轮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首先再来认识一下 进入到第三轮游戏的四位小朋友 我们看是我们奔跑速度很快的 哈哈 哈哈 太小欢迎你 还有呢 在我们小车运动物的这个环节当中呢 这两条小腿非常有力的江江 这边呢 是我们的盖盖小能手 我们的凯蒂 欢迎 那边是我们活泼可爱的喜乐 最后这个游戏呢 叫做穿越障碍套圈圈 我们看到四位小朋友呢 每人的面前呢 都有障碍 游戏开始的时候呢 每位小朋友呢 一次呢 拿两个圈圈 哎 要用跨的方式走过第一个障碍 还要呢 穿圈 这边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荡桥 然后呢 把手里的圈圈套在 爸爸前面的这个小小的锥筒上面 我们看一看哪位小朋友可以呢 最先完成那二十个圈圈的穿障碍 或者呢 在规定的时间内运过来的这个圈圈呢 最多 来 搁就各位 预备 开始 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月灵段的宝宝呢 他们的这个协调性更强了 所以呢 面对前面的第一道障碍呢 他们都非常灵活的过来了 好 哈哈呢 果真是速度非常快啊 已经要走完前面的那个小小的荡桥了 开始 钻过去 对 对 啊 江江呢 是小心翼翼 好 哈哈已经开始折返 好 喜乐也已经折返了 好 我们看到哈哈呢 已经开始第二次 喜乐加油 哈哈这个钻圈 果真非常的快啊 好 江江也开始 第二次运送圈圈 加油 凯莉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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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嗯 这个时候呢 其实呢 也在很大程度上考察了我们小朋友的这个专注力啊 有很多小朋友呢 会被我们现场的这个道具啊 还有环境和其他小朋友的表现所吸引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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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的速度非常快 加油 加油 我们看到了我们每一位小朋友呢 他们因为有了前面的长期之后啊 后边呢都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加油 加油 好 哈哈 爸爸那边的这个圈圈呢是最多的 凯莉太高兴了 哎呀 这个游戏真好玩啊 好 加油 加油 我们这个游戏呢其实的确是挺复杂的 因为呢 它虽然呢有三种不同的障碍 但是呢 考察的是这个热灵犯宝宝的这个各方面的特点 好 来 我们倒计时 5 4 3 2 1 时间到 好 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一轮游戏当中呢 四位小朋友他们的表现呢各不相同 哈哈呢果真是速度特别快 哈哈爸爸那边追桶上的圈圈特别多 有10个圈圈满满的都是 那凯莉呢在这过程当中呢玩的特别的开心 因为呀一边跑还一边给自己这个连喊带叫的是吧 加油助威呢 好 那么通过这一轮我们的月障碍送圈圈的游戏 可以看出四位这个月灵段的宝宝 他们突出表现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杨博士的解读 好的 那刚才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大动作游戏活动 里面呢考核了宝宝的这个跨越能力呀 钻的能力呀还有一些平衡的能力 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各个宝宝呢表现也还是不一样的 您看到了什么问题没有 刚才看这个游戏啊四个宝宝表现出四个特点 特别特别的个性也很鲜明的 那么有的孩子呢很专注的做这个事情 不受这个外界的影响 另外有的孩子呢在这个走的过程中 去克服困难的过程中 他会很聪明的去想办法 所以说我们说游戏是让孩子变得更聪明的 是的 一个最好的法宝 对 所以家长朋友们在这个家里啊 真的是要跟孩子们多玩游戏 我们说游戏是学前阶段也好 零到三岁孩子的最最好的玩伴 玩具是他最最好的教科书 家长是他最最好的陪伴者 那么我们这里还倡导一个理念呢 就是小朋友在家里要多在生活中玩 比如说你在带着他走到那个馆场上面 有那个马路牙子 当然要注意安全啊 在马路牙子的边上去学得走 平衡能力 平衡能力 然后呢你在家里呢 可以在床上爬一爬攀爬能力 然后还有你爬爬楼梯 走一走 跑一跑 跳一跳 这都是能够培养孩子的大动作 然后促进他大脑发育 促进他身体协调 促进他整个全面发展的一个 都是一些很好的办法 是的 是的 刚才杨博士讲得特别好啊 尤其说到一点游戏呢 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聪明 是的 因为通过游戏活动 孩子们不仅获得了快乐 他们的智力能力啊 身体能力也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爸爸妈妈 能够抽出时间来陪伴我们宝宝做游戏 希望您的宝宝也能更聪明 好 那今天我们游戏活动呢就结束了 待会儿就要给孩子们发礼物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今天在我们游戏的现场 经过三轮的比拼之后呢 我们的哈哈小朋友呢 表现非常突出 获得了我们健康宝宝大比拼当中的小冠军 我们为哈哈带上奖牌 啊 钟哈哈 那今天呢 在我们节目现场呢 每一位小朋友呢也表现得非常棒 非常突出 你们都是我们的健康宝宝 快乐宝宝 好 今天呢我们的七小板特别节目 健康宝宝大比拼到这里 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正像我们育儿专家所说的那样 游戏呢 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呢 最好的教科书 那家长呢在游戏过程当中 对孩子的陪伴呢 是一种最好的陪伴 希望呢每一位家长都能够用游戏呢 帮助孩子探索认知这个美丽的世界 好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宝贝美妞纲我要向央信 现在呢我是在健康宝宝大比拼 广西玉林站的海选现场 我们看到啊今天呢 来参加我们活动的家长小朋友真是不少啊 现在呢大家正在排队进行迁道这个工作 我们来问问究竟有多少人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的号牌啊 您好 您好 您这最大的号牌是多少数字 140 140号 那也就是说今天可能有140个孩子要参加我们的活动是吗 是的 是的 好热闹啊 那看现在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就在排队 几号啊 几号的小宝宝我看看 49号啊 那是几岁年龄组的呀 一岁五个月 一岁五个月啊 对 你今天为什么要带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 嗯 这样可以让小孩子大胆的在舞台上表演有点舞台能力吧 好 好准备啊 我们这个小孩呢 我们这个小孩呢 在外面就是这样的 要说我们的宝贝呢 从起点 出发 到百分点 然后就一块砖 再回到起点 然后呢 开始一把十块砖 全部运用不到起点 并且 能够拼成一个小房子啊 或者是一个生样的造型 总之宝贝可以发挥任何的想象 好 我们今天的白权呢 当然全部结束了 我们北京 再见 晚安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www.s skirts